第一個TOP 1 經常發生出軌或有第三者的詳細是什麼 勞逆她 握乾握姐 讓她沒光整容 自從認識這小三之後 我覺得我的人生是reborn 重生 歡迎收看男男女女家點成聚 Hello大家好 我是Alison 侯家明 Hello 我是Kamen 李嘉敏 歡迎大家 請來訂閱我們健康好人生的Youtube Channel 準時逢星期四晚上首播見 來到我們準備新精頭 臨過年之前最後一集我們送舊迎新 先說完那些壞事 然後送走它 我們龍年座景時還有一個好的開始 好呀 今集講這個話題 我都聽過很多坊間挺有趣的傳聞 是 笑了出來的 是 就是講一下出軌 原來也有些故事就是 我不讓我的另一半出軌 或者我想她減少出軌的機會 我就會做這些事 我聽過有一個女性朋友 她說幫她自己的另一本 更換了內衣服 為什麼呢 她說最噁心的就是幫她買 就算出去的時候 要去到那個位置要脫褲的時候 另外懷疑將會跟她出軌的女士 見到她懷疑 就立即是沒有照片的機會 或者甚至剪一些洞出來 就算不是做到煤劑 不是自然有洞 專門做衣洞 讓你覺得不想被人看到內褲 或者不想被人看得完媽姨湯 這樣就不會脫褲了 唉唷 我挺害怕 我聽到你說剪那個字 那又沒有禁止 那她也要為自己幸福穿上去 沒錯 沒錯 我都看到有些forum 是很奇特的方法 例如不想讓我老公去滾 所以就要煮一些寒涼湯 讓她虛了 我立即在想 你弄到老公虛了 其實你也不是很大便宜 對呀 那你自己也沒有幸福 但我又見到另外一個extreme 我的方法就是 勞逆她 渣光渣井 讓你沒有性容 對呀 她不想做都要做 那我就覺得 我很替她老公慘 我簡直可以幻想到 原始之後 眼角有敵眼 唉唷 有共珠 對呀 沒錯 我覺得這些其實是 是不是真是一個終極的方法 還有我在forum 看到有一篇文章 她說 我介紹給大家 100%保證 你老公不會出軌的 有三招 她說 第一招 就是拿了她的財產 然後就讓她知道 如果你出軌的後果 就是你沒有錢用的 對呀 那就想你了 第二件事就是 隨時隨地要提高警告 即是有什麼東西的蛛絲馬跡 就要立刻嚴重警告 我覺得 很辛苦 其實她自己沒有做錯事 但每天都被你提醒 你不要偷東西 你不要這樣 有時有反效果 你越說不能做的事情 反而越想做 可能她其實真的沒有想過 對呀 想想說 反正我不做 你都當我做 對呀 還有第三個 我覺得這個 簡直是control freak 那是什麼呢 她說 就是加了你老公的朋友 然後 然後 一舉一動 你都療如指掌 即是你懷疑你老公的東西 post了不讓你看 又或者是他專門不post 因為你看不到 去哪個朋友的生日Party 就看那個朋友的故事 是嗎 對呀 就看看你老公有什麼 是被人鏡頭拍到 對呀 兩秒鐘都好 對呀 有少少證據 對呀 明明那天你說是OT 為何你那天出席 就在朋友的Party那裡 但我覺得這些 其實你只會令到老公 是怕了你 怕了你 不是愛你 對呀 我還以為 可以跟你說其中一個奇招 即是將他抹收了他的財產 是 我以為是可能 收了你的信用卡 才算 我可以檢查你的信用卡 的消費是怎樣 追回你去過哪裡 是 因為即是 說出軌 出得軌 即是你不會看得到 嗯 或者最希望當然是 不要拿回家去搞 嗯 但是你去哪裡 都可能是一個很大的原因 就是你究竟去過那些地方做什麼 是 其實 其實有沒有說 那些人通常出軌 是在哪裡出軌的 哦 其實有一個研究 是 發現Top 3 即是最經常出軌的場景 完全不是我們的想法 即是我們以為 通常 時鐘手店 或者是那些去夜店 可能去蘭桂坊 完全不是 第一個 Top 1 是 經常發生 即是出軌 或者有第三者的場所是 工作場所 原來那些所謂秘書橋段 真的會有大影響 其實是方便的 還有說真的 是日久生情的 有些情況 還有 你告訴另一半 你去上班 是很理所當然的 是 整件事 但也有研究 研究工作場所 為何會這麼容易發生 這些第三者的情況 就是很多時候 在工作場所 我們都會 起碼化妝 穿西裝 穿漂亮點 高山蟹 無論如何都會有淡妝 無論如何都會倒閉 無論如何都會倒閉 才能進去 是 眼目上 真的有些吸引力 但誰知道疫情 大家習慣了在家工作後 原來戴口罩期間 是可以不化妝 又可以的 是 不知道會不會有少少天覆 是 或者只是這裏 原來你的眼睛就夠了 是 原來辦公室是最大的 最大的 嫌疑的地方 第二 第二 其實我沒有想到 但一看又覺得 又是 是甚麼 健身 做健身的地方 其實又真的 也是 又有洗澡的空間 又看到這麼多浴 是 通常我們做健身 都是穿小衣服 女生性感小背心 出汗了 出汗了 是很舒服的 是 原來有一個研究發現 我們做運動 因為有很多安多芬 安多芬飆升的時候 可能見到其他人 特別覺得吸引 都開心點 第三個呢 第三個當然是 社交媒體 我們的社交媒體 社交媒體 現在實在認識人太方便 還有很多研究 訪問 很多當事人 自己初時的心態 都會覺得 沒有 我是玩一下 我是掃一下 沒有想過跟他見面 只是在電話上 但很多時候 有時是身不由己 掃一下幾個月 又覺得 真是很適合 原來在附近工作 大家 不如約出來 見面 其實一有見面的步驟 一發不可收拾 原來這三個是現在 出軌方面最大的熱點 不要亂打卡這些熱點 其實說到出軌 或者這些數據上的分析 我也想看看現在有多少人出軌 都普遍的 我們以前的數據 都是基於西方社會 現在越來越多 去研究華人 譬如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2021年 有一個報告 整個研究的地方 是在國內的 看看華人 裏面是有33.4%的男士 他們是20歲到59歲 結婚 都承認有出軌的經驗 33.4% 真的很多 每三個有一個 對 還要是他認賊 對 有些不認 他不說話 就當他不是 多到這樣 我們看看女性 原來都有 是11.4% 即是說現在 婚外情的情況 是越來越普遍的 我們看看香港的數據 也有 香港婦女中心協會 在2023年3月 就做了一個調查 發現其實在香港這個地方 婚外情有一個上升趨勢 以前是說21.8% 現在是說23.5% 那個趨勢是一直增加的 這個其實我們 我也覺得是值得注意的一個情況 是的 數字上面 真的挺可怕的 原來每三個有一個 這是最基本的數位 要看回內地的分析的話 其實為什麼會出軌呢 譬如男女出軌的原因 又或者 會否不同年紀出軌的原因 又有不同呢 有的 我們先說男性 男性的出軌 其實是有這個年齡的分界 是 好 20到40是一組 OK 當時這個年齡層的出軌 很多時候是因為那個性慾黃成 即那個高古童很黃成 太多了 所以變了它真的需要性的發展 所以這種出軌 真的比較以性為焦點 所以很多時候 男性在這個群組 什麼時候會出軌呢 當老婆大肚的時候 九個月甚至是生完之後 都可能還要有段時間 或者喊一場大交 都可以是促使他去 有個藉口 要去發洩 這個也是有少少的報復的心理 或者就是覺得性生活不協調 因為有一方很需要 有一方又可能配合不到 這一種就是性方面的出軌 但我們看到另外一組 就是男性40歲到70歲的出軌 就很不同 我們很多時候就以為 那種出軌只有一件事 就是因為性 但其實我們看回 男性中年出軌 或者有第三者 就完全不是性的問題 而是很多時候 去訪問這些男性 首先第一件事 他會覺得 他被愛 被尊重 被認同 或者是被需要的感覺沒有了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很多時候問這些男性 他認識了第三者 他的感覺是怎樣 其實很多時候以為 那些第三者都是 很性感 很野鹽 很多時候不是的 尤其是中年男性的出軌 那個第三者 可能比太太更加樸素 可能整件事 不是我們一向想像 那個小三的形象 完全不是的 可能他們相處在一起的時候 那個男性怎樣去形容 就是自從認識這個小三之後 我覺得我的人生是reborn 重生 這是什麼意思呢 他很覺得 他之前的那段婚姻 那個pattern 他已經不想再是這樣 因為他覺得已經沒有了生活 沒有了趣味了 可能這些男性出軌 很有趣 可能他在他前半生 是從來沒有出軌過的 可能他在十幾二十幾年的婚姻 他都是很忠於自己的伴侶 但他去到一個位置 他可能去問 我是不是再想和這個伴侶 過著一個很predictable 什麼都猜到 什麼都猜到 很淡然無味的生活 我之後的二十五年 三十年 是不是想這樣呢 他說我不想了 夠了 所以他其實是另一個方式 去找自己的人生 所以這種出軌 我們如果要去處理 其實是比較難處理 應該去到這個位置 他已經有重生的感覺 應該回不了頭 很多時候回不了頭 男性就有年齡上的不同 女性有沒有 很有趣 研究後發現 其實女性是沒有的 男性的分野是很明顯的 早年的時候 性的需要很強烈的 但是到了中年之後 反而是那個情感 和被需要被認同的感情 是比較強烈的 但是女性 其實無論什麼年齡 其實都需要被愛和被疼 所以我們去看 與其說要煲寒涼湯 不如去想想怎樣去鞏固 愛裏面要有個情 情其實我覺得是兩樣東西 情感和情慾都重要 我們之前有很多集說過 其實情感是否真的可以讚美更多 可以告訴你的夥伴 其實你在我眼中是重要 我覺得很重要 真心問一句 如果已經去到老夫老妻 或者相處了很多年 未必真的天天會跟你說 其實我都是很喜歡的 不是說簡單的 I love you 然後出門口那種 是你真正表達到給對方 總之其實我還是每天都在選擇是你的 是 那個很重要 我覺得反而要去問一下 我可不可以做到對方心目中 覺得 我有你這個老婆是最好的 我有你這個老公是最好的 我覺得要去問我們做不做到這一件事 其實我自己覺得在婚姻或者關係裏面 其實最重要的是其他人不懂得欣賞我都不要緊 我回到家最重要的是我老婆或者老公懂得欣賞我 但現在我發覺很多關係是反過來的 其實其他人外面 那些人很偉人外面 對 我覺得很欣賞我 回到來就是被你罵 我覺得這些其實很多時候是危險位 希望大家在接下來的新一年 都有好的新開始 可否預告還是下一集 下一集必看 尤其是女性自己為自己看 男性為你的幸福著想 都要必看我們會講一下 怎樣可以提升女性的性慾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 不過如果你也有些想我們談談 或者想我們探討的話 歡迎你WhatsApp給我們 或者是email給我們 那我們就龍年再見 拜拜 明天去不知道 答應 日子